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继续回来投资的时间 广告之前,就讲开英国细胞BP的最新季度业绩 继续讲解和BP有关的消息 BP的公司宣布行政总裁凯玉德在10月1日将会离任 英国细胞主席斯万贝利在声明中说 未有说明海奥德尼任是否与墨西哥湾流入事件负责 只是说对海奥德尼任表示难过 亦赞扬他在过去三年成功领导公司有出色的表现 但公司未来的路向将会有所改变 53岁的海奥德尼任将会调任俄罗斯一间联营企业 担任非行政董事局成员 接替海奥德尼任是负责处理墨西哥湾流入事件前后工作的达德尼 是指导美国人出任英国时候行政总裁 这次郷姐长的BP高层大卑震 其实可能对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这件事已未到 那么大件事 我们很多时候都讲到 一定要有人出来负责任 你要问责制 问到哪个呢 最大那个就是主的 你看到今次来的 所有传媒都很着重 就是说这个新来的Duty 怎样常常都会说用美国人美国人 你平时理解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说 转任就转任 但不是这次他们就很得了 很强调 强调 是由美国人Duty来接任的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政治上的手法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刚才讲过 就是说在英国实际上来计 在2015年这段期间 就是现在至2015年 有40个大的project 其中25个就是属于墨西岗离岸的转游探讨 如果你这次如果谈不成 就是美国现在其实都很气愤 因为搞出这么大件事 影响到所有墨西岗湾所有的旅游业 很多的鱼海业的一大问题 那么这次如果说真的会禁止 都会拖延了美国 英国实际上在美国的转研 就会对英国整个的发展 或者将来的收入会有很大影响 所以这次就用美国人 大家自己有 那谈也容易一点 那用美国人 很明显地英国人 就是你说调了的帝国 其实美国的程度是抗职 很快一些交代这个事情的情况发生 现在大家看看这个Duty来上场 有没有办法和这个美国的政府周旋 可以减轻罚款 甚至可以增加他们现在开发的这个难题 那济姐长你觉得这个新的行政总统上任之后 他那个首要的工作在哪里 会不会都是改善公司的形象 那改善形象至不宜 但我想他最重要的现在开始 就一定是将他现在资产 就尽量用按照条理 去埋估一点 那为什么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流动资金 他现在的赔偿 就要去多个流动资金 所以他这次第一个任务 就一定是将他手上的资产 他的资产也不少的 差不多2,500亿这样的 就是说你要看到他的资产 如何去在现在这麽好的市场 比较两年前其实就多了很多 要知两年前变卖更加惨 现在来说在这情况之下 如何去拖起一些影子 可以去更快去抵消这些债务 大家都可以留意着BP这间公司 日后的发展 还有12日这位新的行政总裁上任之后 公司的表现 这个时候再来看看大市的表现 还有做一些预测 其实乃仔长说回那个市 特别标准普尔500指数突破了 这个1100点的重要关口 似乎暂时都在1115点的这个水平 其实日后后市的走势又少了 如果你看到标准普尔来看 它现在来说大家常常担心 那200日平均线 就是刚刚昨天穿破了 如果你看到达州导致来说 就连已经穿了两天 就是200日的阻力位 如果你看到一个图来看 在以前六个月来说 不断下跌 只不如现在暂时有些气息 就穿回这个阻力位上去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有很多投资者 见到阻力位都会担心 就是阻力位撞到 都有机会下跌 现在它穿破了这个阻力位 就是说没有了阻力 就是说可以有上升空间 就变成一个支持位 没了上升空间 而下落的时候有一个支持位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者 现在都比较鼓舞很多 如果你说看回 对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的时候 一直不停地跌 好像没有见底 就会有点担心 如果反而好像见到底线 就是在1000点那里 是浪了试过几次 都穿不到 然后现在上去11点那里 现在反而大家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 如果上到200点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明显的信心提高的时候 日后后市就比较乐观 但是深度要好 其实如果说回标普方面 好 那一个阻力位在哪里 如果标准普业 即是S&P500的时候 如果那个率是1000 不是太多 就是1250点之间 OK 现在你上去的时候 去到250的时候 就特别小心一点 因为那个又是另一个阻力位 但当时就应该距离 那个200线就一段距离了 就变成了 如果它慢慢的事 是找到个阵脚的时候 是慢慢 如果出来的业绩报告 又没有特别太明显的差 应该会找到支持位 慢慢上去 再来看看道指方面 道指现在就在10525点的水平 都算是稳定 其实下一个阻力位会有哪个 下一个阻力位 如果你的道指就在这个 心理的关系位 11000点 11000点这个位 其实就来到现在 大约是500点左右 差不多有成500个 5个%左右 就不是有很多 但起码现在我们看到 上了阻力位的时候 通常都会尝试 阻力位不是等于它不会穿 只不过很多时候上去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 投资者都会有少许机会 旺利回套 如果是上了撞了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 我心里认为 就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反腐条 可能会微跌一点 接着再次微跌一点的时候 就会有机会穿上去 如果穿了11000点的时候 就会再回复到下一个阻力位 就是12000点 就是说已经是 很多内未见过这个阻力位 已经自从金融风暴开支以来 已经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審费了两年 就不会有12000点这个位 阿仔长如果这个11000点 和1250点 如果要突破的时候 其实要靠什么动力 其实现在来说 在美国来说 很多时候经济 现在是看美国的公司 美国公司如果第二季仍然是好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样东西 就会花钱 花钱的时候 他会投资多一点 在自己的资产里面 譬如说 智业的电脑 器材 请人分别 如果第二季出来是好 第三季仍然前景看好的时候 很多公司就会开始 就花钱了 这叫做corporate spending 如果corporate spending 继续保持得好的时候 就会继续带动 整个市场后市 会做好 都要视乎一些企业的表现 这个时候 讲到这里 要结束今天的节目 多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早上九点钟 再继续有财经三祸零零零出现 拜拜